我们把镜头来看到中国 中共两会期间不平静 广东金船随机砍人事件 今天上午的8点多 两名男子在广州车站 手拿着菜刀随机砍伤9个人 一名嫌犯遭到警方给击毙 另一名则是遭到了逮捕 而去年中国两起随机砍杀案 已经造成了34人死亡 200多人受伤 画面中一名男子手拿菜刀 在车站广场晃啊晃 警察拿长棍做事要驱赶男子 今天上午8点18分左右 两名男子持菜刀 在广州火车站随机砍人 造成9人受伤 其中一名嫌犯遭到警方击毙 一名遭到逮捕 现场血迹斑斑 目前9名伤者都已经送医治疗 多名目击者表示 两个歹徒都大概2 30岁 个子不高 身穿黑色衣服 牛仔裤 手持不锈钢菜刀 在火车站出口附近见人就砍 双手包括一名年轻女子 一对夫妻和一名拉获女工人 我们是就是不知道 然后就是圈叫我们 我们就拼命跑啊 那个旅客刚刚那个下火 那个旅客从不跑出来吧 近几年中国大陆随机砍人事件频传 再加上目前正值中共两会期间 事件一出也引起国际媒体关注 BBC写道 近几个月中国发生了两起火车站的攻击事件 分别在昆明及乌鲁木齐 当局将两起事件归咎于中国少数维吾尔穆斯林 但其他的持刀攻击事件 包括对学校学生的攻击 都归咎于个人恩怨或精神疾病问题 去年中国发生两起火车站随机砍人事件 分别是三月一号的云南省昆明火车站砍人事件 以及四月三十号的乌鲁木齐市火车站砍人事件 两起事件共造成三十四人死亡 两百多人受伤 而其中最严重的昆明火车站砍人事件 也发生在中共两会期间附近 新唐人亚害电视整理报道